为协助台湾文资、文创、设计等科系的大学生 增加专业的职场就业实力 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群交流互动 提前增加与社会的接触 强化大学生未来迈向社会与职场的信心 开拓校园之外的生活视野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2023年8月17日 在文化资产园区办理一千席 以供换季实习计划成果展开幕式 现场坐无虚席、交流热络 据了解,由于文资园区1916工坊 推动以供换季实习计划已七年 至今成功每合超过一千位实习生 展览命名一千席代表一千位实习生的一千个喜悦 透过回顾与展出习议成果 邀请历年实习生及指导老师回娘家互动交流 共同见证珍贵时刻 文化部 基本上的话除了行销、策划 然后还有一些主持 那当然有一些贩售啊 等等诸如此类的 其实带我未来的工作 像现在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大的注意 通常想说皮革都是小型的东西 我想到这次学习也有学习到 制作一些包包方面那一些 就是从小到大都有学习到 老师也会叫我画一些小插画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接体验工作坊 然后叫民众来报名成家 然后因为他们一拿到木头 就没有想法要画什么 然后他就会说 你们可以画一些范例图 我们就有去负责找一些可爱的裁判 我是第一批的实行生 所以他就有说 我可以跟着一起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还蛮意外的 除了其外 我可以学习到的 不样的什么东西这样 这边的很多工房 他们的老师都是互相认识 然后也是能够互相帮忙 所以我觉得 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然后去了解在这里的各个单位 而不是说就是 你是专注于自己实现 但会这样 设计很广 所以你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容易 那你也不要怕做错 因为每一步都会成为有意义的事 所以你应该要就是多去尝试 你找到喜欢的东西 你才能走得更快 老师就是一个很轻松 就像当朋友吧 就是希望大家是一个开心 然后想要尝试的谁 不要害怕 真的不要害怕 就勇敢地去吧 好 欢迎参观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长陈继敏表示 文化资产园区1916工坊是以文化资产为主题 创意设计为应用的理念营运 2016年起推动以工换计实习计划 协助文资文创设计等科系的实习生参与面试 至今年累积成功每个的实习人数 更突破1000位以上 文资局特别感谢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亚洲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领东科技大学 南台科技大学等学校 相关系所共同推动实习计划 陈局长分享自己以前在校园时的实习 是以行政数目为主 认为文资远区提供以工换计的实习机会 对大学生来说是幸福的 对于未来的人生发展 是重要的启蒙 实习生跟随1916工坊 各项多元技艺的老师们习议 体会文化资产的内涵与工坊 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 例如此次表扬毕业的杰出实习生 许平轩同学 她在光制作工作室受到启发 设计出大甲妈绕镜的周边商品 深或好评 陈巧云同学展现团体合作 及沟通的技巧 成功策划执行文资大道的市集活动等 习议的过程中 除了能够增加专业的能力 更学习到如何与不同的人群互动 增加社会的接触 强化大学生未来迈向社会 与职场的信心 开拓校园之外的生活事业 是人生难得的学习经验 文资局表示 以公换季实习计划 以培训实习成果三阶段为架构 培训阶段 由1916工坊规划安排多元的课程 培育实习生的基础能力后 再进入各单位实习 实习阶段则跟随工坊的夜师习意 透过师徒制带领个别的实习生 一方面习得未来就业的技术 知识与工作的态度 另一方面 实习生们可运用实习时数 回馈工坊夜师 以工时换取记忆 最后 极有展览呈现成果 展现实习生的创意与活力 并与工坊的夜师们座谈交流 延续师徒的情感 本次展览规划 千席踏意 千席响意二大主题 内容包括 今年暑期实习生喜意成果 杰出实习生访谈纪录片 及历年实习影像回顾等总计37件的作品 同时也呈现七艺 胶纸陶 装佛 精工等传统工艺 共22位工坊夜师创作师 所使用的工具 技法及材料 让观众不仅欣赏到作品 更能了解各项传统工艺的创作过程 以及设计的相关知识 欢迎台湾民众 踊跃前来文化部 到文化资产园区1916工坊观赏成果展 体会文化资产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记者邹志忠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资产 打赏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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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工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互